然后又会运动这样吗 对 没有错 好 OK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挑你好了 左跳右选戏职女星王兹曼 开出择偶条件 得是个会理财的运动型男 数到十年的她 透露出在主持演戏之外 还打算靠投资成为大富婆 就喜欢做料理 所以我就觉得 从以前就很想要 想说投资一家餐厅这样 我之前会以定存为主 那现在慢慢开始 会跟着大家学习 因为身边好多年轻人 还有很多朋友 都是非常会投资 来 给你的奶茶 奶咖啡 饰演甜美的蛋糕店服务生 让只会死板满存钱 买基金的翁兹曼 有了开餐厅的想法 不但从去年开始 小额买买全赠 分散投资风险 收入加上获利 预估年收入超过2000万 更让她买房子的愿望 前进一大步 就有点时间 我开始继续在看房子 因为我觉得买房子 也是一种缘分 然后除了让自己 就是资金准备好以外 另外就是一种缘分 就是慢慢看慢慢看 然后看到觉得 真的很不错的 我觉得就是她了 然后就会下手这样子 汪自曼投资房产 考虑生活机能 交通便利地段 锁定台北市大安区 50坪住宅 情节通告 加上投资 汪自曼期待 很快就能晋升 又可以足 在新闻 王明辉 请一捷 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